好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呢也是在公交车上 10月26号的晚上广西南宁公交司机吴鹏驾驶着91路公交车一路急驰 因为他的车上呢当时是有一名孕妇就要临盆了 那么在这紧急的时刻吴师傅跟乘客们爱心接力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孕妇送到了医院 8点09分左右 公交司机吴鹏驾驶的91路公交车来到北湖唐山路口时 一位孕妇和她的母亲还有两个孩子上了车 之后不久 吴鹏却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阵尖叫声 走到北湖衡阳路口的时候 那个站的时候 那个孕妇突然说肚子特别痛了 他说好痛好痛准备生了 后面那个车厢里面马上特别紧张起来了 吴鹏回头一看 站在右后方的孕妇不停尖叫 表情十分痛苦 立刻叫车上的乘客拨打120电话 或许是因为剧烈的疼痛 此时孕妇已经没有办法坐下 他的母亲只能用手环抱住了孕妇的腰 吴鹏想着救人要紧 决定将公交车全速开往最近的民族医院 几分钟后 公交车来到了民族医院门前 吴师傅停稳车子便立刻跳下车 向医院冲去 监控显示 此时孕妇两腿之间 已经冒出了婴儿的脑袋 孕妇的母亲用双手拖住了 刚刚降生的孩子 8点18分 几名医护人员走上车来 将母子放上担架送进医院 短短8分钟的路程 司机乘客展开爱心接力 让这个急性子的宝宝平安降生 听到孩子洪亮的哭声 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今天上午11点 吴师傅来到自治区民族医院 新大楼二楼产科 把钱包还给了孕妇的爱人 蒙先生 蒙先生说 宝宝是个男孩 由于送医及时 母子都平安健康 儿子重六斤八两呢 蒙先生说 原本妻子的预产期是在11月12号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 蒙先生既惊讶又开心 这已经是他们俩第二个孩子了 非常非常感谢这个91路公交车的那个50步的帮忙 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 有他了 这个帮忙的话给我们做母子的快能够平安 是非常感谢他 只是想快一点 平安的把那个孕妇送到医院而已 这个是我们公交司机都是应该做的 所以说该出手时就出手 要为每一位热心人士来点赞 感谢他们的善举 让整个车厢都充满了温暖 也为社会传递了正能量